一男一女两小孩流落荒岛,一待就是十几年,还生个小娃娃,本期带来青春珊瑚岛。 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,一艘巨轮正缓缓地向前行驶着。 忽然,轮船在海洋中心突发大火,船上人员纷纷弃船各自逃命,一时间轮船上混乱无比, 神父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沉船前往旧金山,突如其来的大火令他们惊慌不已。 老船员帕蒂抱着两个孩子登上了救生船,却不慎与神父走失,三人漂流了一天一夜,直到看见了一个翠绿的小岛。 三人惊喜地登上了小岛,发现这里资源充沛,有淡水水果和一桶劳姆酒。 小女孩艾米发现了一种鲜艳的小红果,好奇地摘下了一颗放进了嘴里。 帕蒂健壮,赶紧眼里喝着艾米将其突出,原来这种小红果还有毒素,吃了就会陷入昏迷。 在小岛上,帕蒂叫两个小孩钓鱼搭建茅草屋,小男孩李查德聪明伶俐,很快就能够熟练操作了。 小岛避水灵鹰,景色绝美,三人在岛上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。 一日,帕蒂来到小岛的另一侧寻找食物,却惊恐地发现在一个大师台上放着一滩新鲜的血肉。 帕蒂匆匆回到茅草屋,吏声警告两个小孩不准去往小岛的另一侧。 两个小孩懵懵懂懂答应了帕蒂的要求。 几天之后,李查德和艾米发现帕蒂抱着酒桶,死在了不远处的礁石上。 艾米吓得大哭起来,李查德便带着她搬离了茅草屋,划船来到了小岛的另一侧生活。 时光飞逝,李查德和艾米逐渐长大成人,懵懵懂懂的情感在两人之间悄悄萌芽。 一天,艾米听到不远处传来了打鼓声,她好奇地穿过了密林,看到了一块长着人面像的巨石。 巨石前的石台上还流着鲜血,艾米惊慌地跑回了茅草屋中,将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告诉给了李查德。 此日,一艘帆船来到小岛附近巡逻,李查德让艾米赶快点燃木堆求救,可艾米却并没有照做。 帆船离开了,两人失去了一次宝贵的求生机会。 李查德因此和艾米大吵了一架,将她赶出了茅草屋中。 一天凌晨,艾米在潜水处采到了一只怪鱼,脚底被刺出了一个大口子,鲜血不断涌出。 艾米慢慢昏迷了过去,李查德抱着艾米来到了石台上,哭着向巨石祈祷,没想到不一会儿艾米真的苏醒了过来。 从那之后,李查德便一直细心照顾着艾米,两人在茅草屋中举行了婚礼。 有了第一次的雨水之婚,不久之后艾米便怀孕了。 摩梯深夜,李查德听到打鼓声,也好奇地来到了巨石处。 他小心翼翼地躲在一旁,看到有一群野人正围着篝火跳舞,还杀死了一个活人在巨石前祭祀。 李查德终于明白了帕迪当初的警告,他火速回去寻找艾米,却在半路听到了艾米的声音声。 原来艾米正在临盆,他顺利地生下了一个男婴,孩子的到来为两人带来了不少的欢乐。 这一天,李查德和艾米带着孩子来到了当初和帕迪一起生活过的地方。 孩子偷偷在一旁采了一些有毒的小红果,放进了小船里。 正在三人准备回去时,船桨不小心地掉入了海中,一只凶猛的鲨鱼也在小船附近游荡。 小船逐渐远离小岛,漂流在了大海之中。 孩子坐在小船里,天真的吃起了小红果。 李查德和艾米对视许久,也双双吞下了小红果。 他们缓抱着已经昏迷的孩子,就这么安静地睡了过去。 外星的是,神父带领的救援队正好经过小船,赶忙救下了三人。 历经多年,李查德和艾米终于回到了大陆的怀抱。 那座翠绿的小岛独立海中,与世隔绝,屏蔽了滚滚红尘,屏蔽了世间的所有声色全马。 而千千万万个世人心中,也同样拥有着一片如小岛般的室外桃源,乘装下同样纯净的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